早安 我是威明 欢迎收看12月7号的百格城报 首先有各报头版 在中国报和新州日报 个别都关注了两则跟假有关的新闻 中国报揭发 两名只有19岁和21岁的马来青年 从6月开始至今 卖出大约300张假病假单 警方已将两人逮捕 并在其中一名嫌犯家中 起货伪造的印章 以及用来印制假病假单的器材 而新州日报就报道了 国家银行澄清不曾发出信贷公司执照 因此所有自称国行批准的信贷公司都是假的 国行促起民众要小心警惕 因为这些假的信贷公司 会透过社交媒体等等的广告 以合法信贷作为幌子 然后再以征收行政费用或者是印花税 来向民众榨取金钱 至于各大英文和马来媒体都特别关注了巫统大会的消息 巫统三大机构代表昨天自辞时 就提醒了人民要在来届大选要准确的抉择 而选择只有两个 也就是国阵还有以行动党为首的西蒙 而选择西蒙就会典当大马的前景 他们也把枪头一致对准西蒙左右开弓 其中乌清团团长凯里就隶属敦马的十大罪状 包括在位期间推行私营化 让一小部分的大老板发大财 而巫统妇女主主席沙利扎 则以最危险的政治敌人 与最狡猾的国家敌人来形容行动党 更说林吉祥是林皇上 利用马来人来扼杀和摧毁马来人 呼吁大马人不要将国家命运交到行动党的手中 另外巫统妄沙玛竹妇女主主席诺爱尼 也在会上建议政府修法禁止 21岁以下的人在晚上10点至清晨5点期间外出 除非有成人陪同 他也认为这样做将有助于遏制各种 跟青少年有关的社会问题 想关注巫统大会的新闻 请记得留守百格和百格脸书 因为我们的团队会在现场为大家搜罗第一手消息 来看其他新闻 马来天后 徐拉马尼日前在社交媒体公开批评 大马食物价格昂贵 马币疲弱 生活费高昂 工作机会稀少 整体生活素质下降 令国人失望 这话一出马上引起关注 虽然不少网民都表示赞同 但他却成为巫统大会上的剑靶 昨天高调出席巫统大会的学州大臣阿兹敏的弟弟 阿兹万阿里就要徐拉马尽下地狱 巫统宣传主任安努亚木莎就说 徐拉马尽对经济不够了解 言论存在错误 至于首相夫人罗斯玛的特别助理 就在脸书贴文调侃 如果国家经济不好 徐拉马剧的演唱会门票 怎么能够卖到888令吉这么高呢 他也说 要不是国阵政府心情耕耘 徐拉马剧不可能有那么多的商演机会 也不可能可以一直过着奢华的生活 他还说 徐拉马剧非但不懂得感恩 现在还发表扭曲社会思想的不实言论 甚至还会被反对党当作宣传的工具 来看下个新闻 针对马大华文学会遭冻结一学期的事件 高教部长伊德利斯诸索昨天回应 表示不会干预此事 全权交由马大校方处理 质疑马大华文学会被冻结的原因 马大副校长澄清是因为 华文学会在校方不知情及未批准的情况之下 擅自举办两场活动 而不是早前所说的 活动告示版没有国文或者是英文 两场没有得到校方批准的活动分别是 全国中学华文学会生活营 以及马大摇篮手音乐创作方 目前民政党副主席刘华才 正协助马大华文学会解决此事 希望校方能够缩短冻结期限 那么今天的晨报到此结束 谢谢收看 世界在美也要有明亮的双眼去发掘 我梦你只煮蓝莓最好喝